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要把它很平均地沾上去 那我们只要上下两面都沾好就可以了 它不用加任何东西喔 它就可以黏住那些白芝麻 对... 妙 小火煎煮 鱼排下锅 噼里啪啦作响 镜头前闻不到的是鱼香扑鼻 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可以翻锅 就是你看它侧面 它已经有一层是熟的有沒有 就是我这样看 大概有熟白白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翻了 一翻白芝麻已经穿上 油亮的黄金盔甲 bling bling亮 然后我们再来调我们等一下淋的酱 好 让我们大概 酱油 酱油两条 两条 对 然后加一条味蓝 然后再把它调均匀 把握时间调好酱汁 起锅 切片 记得要温柔的慢慢切 因为鲑鱼可焦嫩的很 不到三分钟 营养的酱油鲑鱼又轻松上桌了 忍不住流口水了吧 做成鱼汤的饭 流口即化 它好香喔 那个白芝麻的味道 融合那个鱼排的那个味道 一点都滚泥 所以我深海如果我不吃鲑鱼的话 我可以换吗 如果是不太吃鲑鱼的人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例如雪鱼 或者是鲑鱼等等 所以这些配料我可以另外换 就是像这些 我也可以不要用 所以它一样可以沾那个白芝麻来吃 对 真的是太美味了 简单的酱油鱼排 在家里好好地学学做做看吧